各位朋友晚安 我是道小君 歡迎所聽今天12月3號 在星期四晚上7點55分 為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這次在下午3點鐘 意向最新的一場記者會 這是民間發聲 他們強調的是全國進口商不進萊豬 這是蔡英文政府 因為在宣誓等於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明年一月一號開始要開放 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豬進口 昨天身為外交國防委員會的王蒂宇 告訴我們 其實什麼叫做含有萊克多巴胺 指的是就是豬的飼料 可豬一旦吃這樣的飼料之後未必 那麼未來我們所吃的豬肉 美豬就含有萊克多巴胺的 這樣的一個劑量未必是如此 但是不管怎麼樣 政府的政策裡頭 決定明年的一月一號 要進行開放這樣的美豬了 於是我們看到這兩天呢 尤其在國民黨上禮拜五 在議會當中 那麼潑灑這個豬內臟之後呢 議題似乎持續在發酵當中 也有人認為因為聲量爆等結果 讓國民黨是撿到大炮 甚至民眾黨也認為 大家一起的並肩作戰 是不是也不錯 今天民眾黨的高宏安來到我們現場 當然我們看到是今天三點鐘 如果全國的進口豬肉品的業者都在召開記者會都說呢 儘管明年政府開放美國以萊克多巴胺作為這個飼料添加物的一個豬肉進口之後呢 他們會做出自律的兩項重大行動 那兩項自律當中包括維持現在國內進口豬肉業者維持的現狀 那麼持續去買這種沒有萊豬的一個豬肉 包括進口豬肉業者進口的豬肉肉品當中 都會取得出口商的證明 等於說主動清楚去標示這是沒有萊姬的肉品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從今天所參加將近一百家的業者來看 他們的自律裡頭等於你明年 明年國民黨你玩這場豬的一個萊豬 可能大復活之後明天 明年過後真的還找得到含有萊克多巴胺的一個豬肉嗎 好這場工坊呢 那麼玩豬可不可以繼續還玩得下去 這是為什麼 有人說是歐龍死鬥 那麼國民黨昨天宣稱的是蘇貞昌說呢 是信工這一家呢養豬業者 因為他挺的是政府的政策 他們說蘇貞昌說他挺的是萊豬進口 我一直強調是依照常識來做判斷的話 不可能國內一家養豬業者會說 我挺美國萊豬進口 沒有這麼說 我不就完蛋了嗎 我怎麼可能會對不起我的客戶呢 今天的最新發展說 這一家呢 因為國民黨說法是說 因為信工這一家 肉品業者養豬業者 因為打臉蘇貞昌 所以被查水錶了 同樣我們今天要管遠真相 這裡頭包括了業者說法 包括蘇貞昌說法 包括了這是潘孟安屏東現場 一個最新說法 當然包括了 這個是真的這個時間是查水錶嗎 還是信工有一番他自己的一個說詞 好我們還原現場 當然了另外一個事件也要好好的去還原現場 今天我們特地要求到金周刊的總編輯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也很擔心所謂的假新聞 不過這個司法啟動在調查當中 你看這是金周刊這一期的Cover Story 因為勞動部的勞動基金運用局 國內投資組組長 這個組長聽起來頭顯好像不是那麼大 可是現在檢調全面搜索 已經有人被收押禁見了 這個叫做有奶文 那麼身為這個投資單位的一個組長 掌握了資金據說有兩兆元 他到底對於國內的一些 比如說投信業者 包括下單的券商 真的有所謂的操控生殺大權嗎 有者在一場一場的一個 所謂的高檔的參會 這究竟是真的還是假的 還是有可能媒體的預先審判 好在卑躬交錯之間 到底有多少交易是不得 無法曝光是魔鬼交易 好我們稍後來看 因為已經有五封的檢舉函 不過被收押禁見之後 大家要關心是涉及到上千萬元勞工的血漢 且有因此而被那麼損益嗎 我們稍後一一為你獨家分析 那當然了在這個檢調 另外一個大動作就是最近的 國民黨的部分去立法 吳一丁他召開記者會 他質詢法務部長 他說怎麼會戶籍名字不是他 怎麼會他的辦公室遭到搜索呢 包括住家也被搜索 他的質詢有沒有道理 包括檢調搜索是不是無理 而他有沒有藉由立委的職權 公開施壓檢調單位 包括法務部長 來一一為你解釋 不過今天林廷輝 包括王瑞德大哥來到我們現場 你知道美國這位非常資深的記者 特別提到的是 台灣的潛艦國造效果十分的驚人 那這位美國資深的軍事記者 他還說八艘 台灣八艘就能夠摧毀中國入侵艦隊 為什麼台灣的潛艦國造 會受到國際間如此的高度重視 來邀請這幾位來賓 來地緣介紹 台灣國際法學會的副民事長林廷輝 來副民事長晚安 小薛好 大家好 歡迎民眾黨的立法委員高鴻安 大家好 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張宇少老師 小薛好 大家晚安 好 特別波容來到我們現場 歡迎金周刊總編輯楊少皇 大家好 以及前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郭震亮 大家好 國民黨新北市議員葉元芝 大家好 來 歡迎瑞德大哥 小薛好 大家好 包括了財經專家吳關龍 來 吳大哥 小薛好 全國觀眾大家好 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鄭敬文 馬上加入我們討論 來 首先來看一下 國民黨爆這一頭豬 萊豬正讓國民黨大復活嗎 但是不管怎麼樣 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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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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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這個大現場 逆書則查 出來打臉 所有的張院長的都很慘 全部都要被查碎掉 為了想要讓改豬 進到人民的口裡面去 所以你們不惜毀掉 整個台灣上中下游的 這個豬肉和產院長 這應該是例行性檢查 例行性檢查 屏東縣消防局人員2號 要來到性供肉品公司 仔細檢查消防的機動設備 裡裡外外 測試是否合乎安全 緊接著再查看灑水系統 好幾個人分工合作 從室內到室外主義安檢 最後查出有六大項的安全缺失 需要改善 只是單純的安檢 就在性供肉品表態 跟中央不同調 否認支持萊豬 這敏感時刻 消防人員大動作上門 也被質疑是否報復性查水表 那過去檢查 就變成去灑水表 我個人認為 有人刻意 或是不管是誰舉報的人也好 或是刻意帶風向球 這個都非常的遏制 這應該是例行性檢查 然後因為時間點的巧合 造成大家的聯想 還有縣政府的困擾 我們公司的話 就是也非常抱歉 性供肉品證實是時間上的巧合 以2號當天消防局上午 來過一次先詢問 下午就安檢 一天兩次機查動作頻頻 但縣府檢視信公被列管 甲類以外的工作場合 本來兩年就得檢查一次 以上一次檢查時間點 是在107年11月20號 而今年的檢查日期 在上個月27號 提出例行性的檢修申報 排定12月2號 並非可以找麻煩 不過也坦承當天 1999有接到檢舉電話 接到1999的檢舉電話 然後我們就先過去約消防公司 說是不是可以先過去看 縣府為頭人喊冤 而以信公被查出幾項缺失 包括滅火器壓力不足 消防設備故障 警民部分故障 廣播設備部分故障 警示燈故障等等 時間點的巧合也引發 諸多聯想 來 我們昨天再說 有一股假新聞在帶風向 但是截至目前為止 看起來國民黨聲量 好像依然是大漲 問題是 依然是假新聞嗎 來 瑞大哥怎麼看 我們有兩種 一種叫做我們贏 一種叫做我們死 為什麼這樣講呢 你剛剛講到聲量大漲對不對 聲量大漲不是說 Good news Bad news All news 什麼意思 很多藝人都說 我只有有新聞 不要忘了我的存在 我都是好新聞 可是問題在於 對國民黨這到底是好新聞 還是這個不好的新聞 那麼你的負面聲量 是不是大過你的正面聲量 為什麼 對國民黨來講 他認為蘇貞昌講的姓功 姓功彈出來否定的話 否定的話 是不是就剪刀槍對不對 本來照理來說 國民黨可以好好的利用這件事情 進行相關的這個質詢活動等等 來打這個蘇貞昌跟民進黨 結果撿到槍了以後 見你的信息 砰就在堂炸 炸到自己的臉 相比堂炸 我們打靶的時候 槍在你旁邊整個炸開 都叫堂炸 你自己的沙則輕傷 重得死亡 就是這樣子 我為什麼要這樣說 很簡單 今天連姓功都出來講 為什麼 你要去扔 要去扔進去 你可以去查清楚嗎 你是指控的是 你當然可以去指控說 姓功沒有說 他們支持這個 等於說 萊克多巴安的這個美豬 你可以說這個部分 姓功也是針對這個部分 做解釋 OK的 這沒有問題的 結果呢 你擴大解釋的 你說姓功被查水錶 理由是 結果呢 那麼昨天這個姓功 就被這個消防單位 屏東縣消防局 來檢查了 檢查了以後你就說 這就是查水錶 你想當然而的大膽假設 有沒有小心去求證 有人以前講 包括這個等於說 藍營裡面的一個爆料文化 叫爆料當 叫做爆料當證據 證據當放屁 放屁當爆料 就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這樣講 簡簡單 搞了半天你擺烏龍 你要去指控說 是有人來這個 進行這個所謂的 這個秋後算帳也好啦 還是這個等於說 政治操作也好啦 沒有整部 各位有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的社區 我住的大樓社區 上個禮拜才完成消防安檢 為什麼 消防安檢 我們現在有個規定 以前都是直接 由消防單位直接來檢查 現在你可以先找 外面的消防設備 是要去科技要執照的 然後呢 他會先來你們社區 進行 或是店面 進行個檢查 然後檢查OK了以後 或怎麼樣的話 他會往上報 消防局會來查看看 他們改善之類的 我們的社區就OK 就通過消防安檢 那麼在信工來講 他是屬於甲類以外的 所以這兩年 檢查一次就好了 兩年前 民國107年11月20號 他就是檢查過一次 這一次早在11月27號 還沒有發生 那麼蘇貞昌去質詢 在質詢過程中 立委講到安執行過程中 講出信工兩個字之前 他們的相關的這個信工 就報請消防設備師 已經告訴這個 比如說消防局了 對 兩年兩年一次 時間到了 他們信工找消防設備師 消防設備師說 報把他看到了 網上報 哪裡要檢查 不是就這個樣子嗎 地圖道才都擺烏龍 我現在倒蠻有興趣的是什麼呢 我覺得長期三十幾年以來 跟我們基層的警察 八萬大軍跟消防 跟義消 總共加起來十萬大軍 最辛苦 最危險的台灣警消人員在一起 他們家的家庭 全部人家庭是五十幾萬 至少五十幾萬 以前在黨國部分的時代 幾乎很多都是國民黨的鐵票 我為什麼這樣講 你們要知道 以前在這個黨國部分的時代 這個警察跟消防 消防以前是在警察裡面的 各縣市警察局 都設有中國國民黨的黨部 軍隊裡面也有 校園裡面也有 警察裡面 校園跟軍隊是率先被趕出去了 把政黨國家 所謂的軍隊國家 把他們趕出去了以後 警察還有 警察的局長副局長 還去參選國民黨中央委員 還要參選所謂的中常委 那個新聞就是我把它披露了以後 才撤出這個所謂的警察機關的 你知道嗎 以前是這樣 黨國不分的 但是平心而論 大部分的警察跟消防人員 尤其年紀越大的 越是支持國民黨 要不然你看看 年紀改革的時候衝前面是誰 高階的警察跟消防退休人員 你知道嗎 這些警官 可問題是你這一次質疑了 全部打向過去最支持你的警消人員 你在消防這件事情上面就是這樣 為什麼 現在講說 昨天上午有人打電話的檢舉 現在查出來了 現在查出那通電話了 想要逆向去查 到底這個檢舉電話是怎麼樣 有人故意操作 我跟你講 屏東縣消防局唯一做錯的事 是他的政治性質不夠高 為什麼 明明警察跟消防要任務單純化 就是效忠於國家 效忠於自己 這樣就好了 結果他的政治性質不夠高 所以他被人家用來做 真實操作的一件事情 你現在警察跟消防以前不一樣了 不好意思 現在警察遇到什麼事情 有個密錄器有沒有 斷不動作提供給媒體嘛 你今天還有怎麼樣 上級長官要的施壓的話 提供給媒體 拚了 長官就聚聚就調職了 不是這樣子嗎 你以為還是以前 中國國民黨時代的革命警察 早就不是了 現在叫做民族警察 國民警察跟消防人也是一樣 為什麼會特別講到警銷啊 那我們想起這兩天 前幾兩天發生的事嘛 立法院的那個所謂的 行政院的警官那個事情嘛 也是這樣啊 也是帝國黨裁刀 你有沒有證據 你有沒有證據顯示 他們這些警官是來幫你 這個進行政治尊防的嘛 是把耳朵靠在這個等於說 他們開會的立法院的101辦公室 看國民黨在兵手 然後趕快回報 如果你有證據的話請拿出來 很簡單 結果搞了半天你拿不出來啊 拿不出來的以後 你現在去講說 你會說說要去調那個監視錄影帶 監視錄影帶 如果能夠聽到他們有這樣講 我建議法辦 誰該下台誰下台 如果沒有的話呢 只是聽到人家站在那個地方 他是行政院的警官隊 他行政院所法律總隊 派在那邊的第二警官隊 他根本完全不需要做這樣事 更何況他不會做這樣的政治操作 另外我要非常感謝今天 勇敢挑出來 全國肉品的這個相關的工會 豬肉肉品的這業者啊 他們跳出來幫政府解圍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台灣為什麼要開放 這個有瘦肉精萊克多巴胺的豬 為什麼 美豬 貝尼警馬英九為什麼開放 八年後民進黨都為什麼被開放 我們大家都知道 這就是台灣的無奈 那都是台灣的無奈 但是我們要如何把關好 把傷害漲得最低最低嘛 所以才有包括這個 老人社區的這個共識裡面不用 然後包括學校不用 才有這些東西嘛 郭民動不知道嗎 他不知道 他當然知道嘛 今天他們勇敢挑出來 你知道 政府不能自己挑出來說 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然後這個不能用 不能不用 因為這樣子 你就會被美國盯上 你用歧視 然後呢 你用這個障礙 然後我們又GG了 我們在相關的談判貿易 又GG了 他們在民間自發的 現在自發第一件 百分之八十不用 第二個我們也不進口 你可以開放啊 但我進口商不進口啊 對吧 這就是民間的自己本身 民間自動自發嘛 美國政府也沒辦法 拿我們怎麼辦嘛 第二個是他們會標示 這個我們也沒辦法 自己一定要全部 用這個政府的力量嘛 所以非常感謝民間 能夠自動自發 做這些事情啊 然後真理越變越明 到底是怎麼樣 如果國民黨認為 完全不能開放 完全應該把來一個 住的客奪班趕出台灣 請中國國民黨的黨主席 江啟臣做一件事 率領全體的這些 立法委員跟幹部 出來公開向全台灣人民報道歉 為什麼 貝里井為什麼 你開放很簡單 如果有毒的話 八年前就有毒 現在為什麼一年 台灣人要吃六萬八千多公噸 一公噸等於一千公斤 你知道一個人平均吃三公斤 如果是同樣的標準 我們用科學嘛 同樣的標準嘛 然後譴責馬英九 馬英九為什麼到現在 還不為他自己的行為道歉 如果你現在指控的 這個是不對的 當然政府要必須要更謙卑 然後做好讓所有大眾 能夠安心的事情 包括你說的一百多億的相關的 這個基金 一定要讓所有的這個業者 能夠因為這樣子 能夠安心 的確 謙卑謙卑再謙卑 溝通溝通再溝通 我剛剛在講 剛剛平均 我們吃的牛肉 每個人大概是三公斤 比較精準說是三公斤的牛肉 到底有沒有含有萊克多巴胺 都真的我們都不知道 可是我請教的是郭正亮 今天國民黨又是一字排開 所召開記者會 可是召開記者會沒有多久之後 我們看到身為國民黨中常委的 這家業者信工 信工肉品 信工養助業者 他也馬上就做一個澄清 他怎麼說 他說他們查水表 不是他們主動申報安檢 不是查水表 那尤其 因為他感到十分的抱歉 他說因此造成屏東縣政府的困擾 你們真不好意思 那為什麼 畫面當中你所看到 就是屏東縣政府 昨天派員去積查信工實業公司 那國民黨說 你這查水表 就是因為這家業者 打臉蘇貞昌 所以才遭到查水表 可是信工的業務經理呢 楊敏銳 他就特別強調 為什麼 這楊經理他說 他們是向消防顧問公司去求證 確實是他們 等於信工這家公司 確實是我們主動去申報 例行性的消防安全檢查 因為時間點的巧合 造成大家聯想 他覺得 實在是真不好意思 這個畫面是什麼 這昨天早上 大約是九點四十五分 對OK 就是這個對不對 OK來 就是他們第一次 那麼到公司 那麼約消防檢查的時間 為什麼 國民黨才召開記者會 馬上好像被業者打臉 而且這還是國民黨中常委 所屬的公司 而且這個是他兒子 他兒子 對 你怎麼看呢 我就覺得台灣的年輕人 事實上很討厭這樣 都搞犯政治話 是什麼就說什麼 所以楊敏銳他就站出來 他說 是啊我們就是 11月27號去申請 然後就12月2號就約好 來做消防檢查 這個就是例行的程序 剛剛瑞德雲講的嘛 所以國民黨真的是 好球打成壞球 你要爆料變成爆炸 剛剛說就是說 他抓到一個議題 沒有說蘇貞昌那天他講那個話 其實他也沒有講過頭 他就說 屏東的豬籠都很支持我們 那事實上11月19號 那天確實有一個記者會 周春敏陳吉仲也都在現場 那就是對於口提一巴掙 讓我們的肉餅可以出口日本 就是幫信工加油嘛 那是一個輸出一個貨櫃的一個說明會 那他的印象就是 哎呀屏東豬籠就很支持政府幫他們 減少了這個豬肉的衝擊嘛 可以出口日本 那他當然就講了一句話 就說哎呀都很支持我們 然後國民黨就把你 把你做一些不當的連結了 說你看你人家哪有說要支持萊豬進口 對 事實上院長沒有說這句話啦 那國民黨就用這個硬塞嘛 那硬塞當然萊豬 確實老百姓有點恐懼 所以那今天我們進口商工會出來 又把這個恐懼解消了大半 他每個人國民黨這一次 他主要就是在操作老百姓 對萊豬的恐懼啦 那我們在國不理中啊 CPTPP的所有的成員 都是接受美豬進口的 那台灣如果未來想要有進一步的 經貿的一個談判 這個問題你是非面對不可吧 江啟成你不知道嗎 我才不相信你江啟成不知道 江啟成明明就知道 未來不管是CPTPP也好啦 還有一些跟日本跟美國的FTA你要談啊 你這些問題都是不可能不面對的 那他現在就抓到一個萊豬 就拼命操作恐懼 那我們政府實在是 沒有辦法拿出政府直接跳到第一線 對 你如果政府做太過 那美國就會說你是技術性的貿易障礙 這個江啟成也知道啊 可是江啟成卻 你怎麼不面對這種具體的問題 我們現在台灣的無奈就是說 我們政府不能夠主動來做一些措施 因為美國人會怎麼說你 可是我們民間的團體都看到了 就是我們共同來管理這個流程嘛 所以我們能做的盡量做 譬如說海關現在也說了嘛 我們把豬肉進口的後號 從22項提高到67項 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 然後進口豬肉商他也表態 說我們這種肉我們不進口 對我們不會進口 八成以上 然後他說進來他要標示 對 我覺得這個就是大家共同在解決問題嘛 其實台灣老闆 是希望看到這種局面 這個叫雙贏 雙贏就是說 你國際的經貿談判 你也要比照日本韓國來 用正常的方式來面對美國嘛 可是我們國內的食安的管理 要自己做好 我覺得現在就已經進入一個良性循環的時候 你國民黨搞這種都是政治化的東西 人家看了就很討厭嘛 我們一直認為說不要犯政治化 甚至把這些無辜的養豬業者 你不管是民進黨中常委 跟國民黨中常委 把他扯進藍綠 他們實在是有一點點無辜 來我請教葉元支 一地而除 從這個事情的發展 如果今天執政的是國民黨 你們真的不會進萊豬嗎 你們會怎麼做 不進萊豬 然後達到台美之間 可以達到某一種程度的 經貿之間的交流跟合作跟談判 可能嗎 你們真的覺得 你們現在一步一步的戰略裡頭 因為看起來都是有一點點是 好像在帶風向 這風向的背後 又不是事實 這是大復活嗎 還是糖炸呢 來 葉仁之 我們也有執政過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二零一二年 他那時候主張就牛豬分離 他也沒有說 為了經貿談判 他硬要把萊豬進來 而且牛豬分離 是朝野共同主張 民進黨也一直堅持 堅持到2016年 他們都是這樣子堅持的 所以如果是國民黨執政 當然還是持續堅持 牛豬分離 這沒有問題 當然這我們的論述很多次 為什麼牛跟豬不一樣 對 民進黨說要開放萊豬進口之後 其實媒體都做過民調 那個時候問的問題很精確 問說你願不願支持萊豬進口 換得台灣可以跟美國簽FTA 七成多的民眾都是反對 也就是說當台美的貿易跟食安 做個比較的時候 台灣民眾是支持食安的 所以代表大家對於萊豬 這件事情是非常害怕 是不接受的 那這兩三個月 就是蘇貞昌行政團隊 在立院的問答 老是都講不清楚 很多事情都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所以反對萊豬的聲音 才會居高不下 問題在這邊 比如說像昨天 本來他講說 我們現在分台灣豬跟美國豬 會發一個標章 台灣豬的標章 說要100%是台灣豬肉 才有這個標章 昨天又改了 昨天說99%就可以 說那個長1 如果是外國進口的 就沒關係 也可以算台灣標章 那以前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有發生過 就是混米事件 那時候也在推台灣米標章 我們就主張100%台灣米 才有標章 所以大家為什麼不放心 真的不是國民黨操作的 而是看到一連串行政團隊 對於這個事情的配套 沒有做好變來變去的問題 那一天蘇貞昌跟蔣萬安 在質詢台上面辯論 你說蘇貞昌到底有沒有講說 信公支持萊豬 他不是這樣子講的 但是他是順著蔣萬安的話 去質疑 蔣萬安那時候說 他覺得有一個豬農告訴他 就是萊豬進口之後 會對豬價造成影響 會造成市場衝擊 蘇貞昌問他說 喂 哪一家 然後蔣萬安說我不能說 因為他怕影響到豬農 蘇貞昌說 喂 我告訴你 就信公很支持我們 那當然按照這樣的脈絡 你就會認為說 信公支持萊豬進口之後 對於豬價不會造成衝擊 這個脈絡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牽涉到萊豬的議題 所以信公晚上才會發聲明說 那一天蘇貞昌來 完全沒有談到任何 跟萊豬有關的東西 所以你說有沒有打點蘇貞昌 當然也是有 大家看那個質詢都會有 我們剛剛講那種感覺 他就刻意要誤導 然後最後才去扯說 我們講信公支持是支持什麼 口蹄一拔針 是支持什麼 非兜出位 但是他在那個質詢的過程 跟蔣萬安的對談 根本都沒有講到這些 這都是大家幫他補充的 所以到底是誰把信公扯進來 蔣萬安為什麼會 遲疑了一下 被講說什麼遲疑 什麼被打點其實沒有 你們如果導向信公 是支持政府的萊豬政策 這對於這個業者殺傷力 不是他不是支持萊豬政策 他蘇貞昌的講法是說 信公很支持 就萊豬進口之後 什麼什麼 對市場不會造成 萊豬進口 他剛才有說他非常支持我們 這樣 沒有你要順著他的那個 他去先問蔣萬安說 你是哪一家 蔣萬安說不出來 我們聽聽看 這個是你的推論 你看那個對話 看對話 為什麼 因為你偏偏想 我一個在台灣的養豬業者跟肉品商 我怎麼可能會去支持萊豬進口 我頭肯壞掉嗎 這對於外銷 跟我的內銷市場衝擊有多大 那重點是蘇貞昌有這麼說嗎 我想這一段是非常非常關鍵 我們的豬肉可以出口 日本是不能出口的 每三個禮拜我才在屏東 豬尾啊 豬肉銷到日本人 實在是非常非常丟臉 你領導的團隊 拿私業場景影響 你不要誤解 豬農朋友 那是我自己親身自己 兩週前 我到屏東 我去看了豬農 我實際去看 他們跟我反映 他們很擔心 他們的養豬產業受到衝擊 你看哪一家 所以 你看哪一家 他們叫我不能不能說 你就是這樣 他們怕被查水表啊 委員你這就是不懂 屏東的豬農我非常多 我書上公布了我的影片 我非常熟啊 可以稱主委 你當豬農都支持我們 現在豬農朋友 他們看你這事業報告 都沒辦法安心 他們說你未來的豬價格 勢必會衝擊他們 我們打養豬產 所以 主委 你重新做一個全面的 衝擊影響評估報告 有沒有辦法做到 你不能叫我偽造評估報告啊 實際上就是這樣 我們的評估報告 有沒有願不願意重新做一個 整體全面的衝擊影響評估報告 我們可以提供 更完整的 我們可以提供完整的國際市場 委員 但 上禮拜喔 我去屏東 那個信公出口豬肉 到日本 他還是國民黨中常委呢 他很支持耶 現在 他是貴黨的中常委的耶 茶廠 你們現在五大管制措施 我可以告訴你名字 信公 他很支持耶 你要不要去茶廠 我已經公開宣布 未來新進口的我們一定茶廠 現在我們一定逐批茶葉 茶葉年代茶廠 我覺得你應該讀書人清楚吧 來 歡迎真相 誰在造假 誰在作假新聞 沒有 所以你看 你剛剛看得很清楚嘛 講話說 豬農很擔心萊豬進口之後 會對豬價造成衝擊 對國內的市場造成衝擊 那蘇貞昌問他說哪一家 你就是這樣講不出來 我告訴你 信公 中常委 很支持我們 那順著這樣脈絡講下來 蘇貞昌的意思就是說 信公非常支持萊豬進口之後 對於他們 對於這個市場的保護 但是信公就說他沒有這樣子講 信公當天晚上就發聲明說 當天蘇貞昌要來 他們還很緊張 又拒絕不了 就是蘇貞昌就是要去 然後他們又拒絕不了 然後還說大家千萬不要 對這個萊豬任何的議題發表意見 因為這會牽涉到藍綠對決 尤其我們也是國民黨中常委 更會對我們造成傷害 所以蘇貞昌就刻意誤導 信公晚上就講得非常清楚 隔天行政院發聲明稿說 蘇貞昌講說信公支持 是支持什麼口提一拔針 是支持什麼非洲豬恩 信公根本從剛剛的對話裡面 根本就沒有講到這些東西 所以蘇貞昌就是刻意在誤導 我覺得他就公然在說謊 來 誰在說謊 誰在造假 誰在無限上歌 來 張宇貞 我剛才還想誇獎葉雲之 前面的所有論述是非常理性的 但後來又來了 什麼意思呢 你要回到他所有的語境跟脈絡 講話要按這一段的質詢答辯 前提是什麼 因為他是說日本進口萊豬 人家的評估報告做得很好 人家有很多因應措施 你們呢 所以說才引發 陳其中告大家說呢 我有給委員4頁 什麼東西呢 損害評估報告的相關內容嘛 假如說這4頁哪夠呢 所以這個邏輯跟脈絡是在討論什麼 一旦萊豬進口對本土出口 或是本土的這個豬農的競爭力 會不會造成影響 跟挺萊豬有什麼關聯呢 而且最主要證據在哪裡 昨天國民黨中堂會 做這個連線 就問這個楊柏文嘛 楊柏仁啊 楊柏仁啊 這樣啟程主席啊 還想要誘導他 誘導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喔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進口萊豬啊 對本土的這個豬農出口 究竟會造成什麼影響 這位楊中常委直接告訴大家 兩者沒有直接關聯嘛 這就是巧門之所在 議員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人家質詢的脈絡 有沒有知道現在 大家在討論什麼問題啊 你只看前面萊豬進口 不問後面萊豬進口對出口 會不會造成影響 這就是現在藍綠解讀 最大不同的地方嘛 第二個呢 藍綺有沒有操作 藍綺我們要回顧一下 藍綺怎麼政治操作 首先呢 現在同溫層大量散佈假消息 散佈民怨 民怨開始累積 或者是開始爆發之後 把他們帶到秋鬥現場 來宣洩 宣洩完了之後呢 在議場呢 去作造 丟內仗 藍綺對得 張力衝突最高 千呼萬萬 最後幹嘛呢 讓啊 終於當攻擊的貓頭 有持續的機會 看看蘇貞昌怎麼回答 挑到語弊之後呢 無限上綱 這就是現在的簡單的邏輯 跟簡單的問題嘛 來我們來看一下時間序 12月1號 蘇貞昌打詢想外來的時候 他到屏東信空的肉品很支持 很支持什麼 很支持剛才郭正亮委員所說的 政府對所謂的口庭液的拔珍 然後呢 開始有所謂的出口的競爭力嘛 他講的是這個嘛 未來我們政府啊 針對萊豬進口的部分 蘇貞昌去信空的時候 連講都沒有講 那是啊 他們自己所做的回應嘛 信空發聲明告說 蘇貞昌參訪當天全程 未提到萊豬 堅決不使用美國萊豬 作為內外銷的產品 人家都已經把這兩件事 說得這麼清楚 國民黨偏偏只看到 前面這個一直說呢 你強迫人家 你帶風向 你誤導大家說呢 信空體埋豬 沒有這樣的事實嘛 這件事情呢 這就是一個巧合 那這樣的巧合 我真的很好奇 昨天我認為呢 蔣萬委員脫口而出的茶水錶 只是因為呢 他擔憂了 或是呢 韓國瑜上升了 叫做國家機器動很厲害 但是看國民黨黨團這樣的操作啊 我認為這難道不是一場 精心設計的騙局嗎 信公業這個楊敏銳表示 聲明對客戶交代 並不是打理行政院蘇貞昌 行政院蘇貞昌也沒有政治化 他延續前面的報導 下午屏東縣消防局到信公執行 消防安檢 列出有六項缺失要改善 一個月要限期改善 媒體啊 還有國民黨就說這個叫查水錶 所以昨天晚上屏東縣政府召開記者會 發言情報來說消防安全例行檢查 不要把正常的消防安全檢查 當做政治操作 辛苦的消防消防人員不服務政治 到這個地方 國民黨還不散罷甘休 你縣政府說的算話嗎 那我們直接看 真相是什麼 那我們再看就是國民黨現在操作嘛 早上10點鐘 早上10點鐘 哇標下的多麼的這個具有張力 蘇魁被打臉 現場來為事 記者會哪些人呢 李玉華陳玉珍還有呢 鄭正前 說啊痛批政府是台灣最大的黑幫 然後倒過來韓蔻啦 然後這個標下的更很多 順書者查因為是蘇貞昌嘛 逆書者查 好記者會10點 講得信誓旦旦 結果呢 這位楊秉睿又出來啊 上午10點20分 即刻打臉國民黨 確實是我們主動申報 例行消防安全檢查啦 時間點的巧合照照大家聯想 憲府的困擾表示愜意 是 這就是郭正亮委員剛才所說的 年輕人只是還原真相 大家把這個事情當成政治議題 來做炒作有必要嗎 所以呢我提醒國民黨 也提醒啊 理性的業員之 究竟蘇貞昌沒誤導大家 究竟是誰在誤導大家 還有呢 什麼叫實隨之位 圖窮泯憲 野人憲佈 誰在做政治操作 來正亮兄 我補充一下啊 事實上這個消防檢查的前一天 那平通縣府也說 有人特別打電話去做檢查 那這個是不是刻意安排 因為明明12月2號就是要做消防例行檢查 對 那他故意弄一個好像有人在檢舉 又要讓人家覺得這個是一個政治動作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誰檢舉 可是讓人家懷疑啦 那第二點 剛剛原資講的就是把 食安啊 FTA啦 把它當作兩個議題 不能兩全嘛 他就說老百姓寧可要食安不要FTA 可是我們現在的思考就是說 希望兩個都做好 我們希望台美也 經貿談判能夠有進展 也希望把萊豬進來管理好 難道不能這樣思考嗎 事實上這個可能是台灣的現實處境 你江啟臣以後當總統 你一樣是這樣處理 是 這兩件事可不可以同時做好 這個也就是我們說 如果你是國民黨執政的話 那你要怎麼做 那五大管制措施 從比如說 副廠去查檢或逐批去檢驗 甚至說標示清楚 那這些如果國民黨都不買單 那請問一下 什麼樣的狀況你買單 你要不要具體提出來一下 那我請教的是高宏安 現在看起來 從一連串的發展下來 你們所所認為的 這是一個國民黨某一種程度 是精心設計的一個騙局 國家機器動得很厲害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甚至呢 它的聲量在暴漲的同時 讓它國民黨大復活 但是有人說大復活的背後 也可能是唐炸了 民進黨的內部的民調裡頭 跟台灣民意基金會 那也許做的時間不太一樣 因為民進黨民調是針對在 在丟豬內臟之後呢 他們隨即在禮拜五跟禮拜六 就做了民調 結果呢 國民黨的民調是暴跌 從原本的 如果台灣民意基金會 所做的是21% 它是暴跌到17% 等於雙方的差距已經拉大 拉大到有14% 民進黨31% 它17% 但是呢 聲量暴漲 讓國民黨好像也士氣大震 我想請教 同樣是在野黨 我們說 在野黨不是只有國民黨喔 你知道實在力量跟民眾黨抗議說 你都不讓我質詢 那這是我立委行使職權 你剝奪了職權 可以嗎 邱顯智上禮拜五這次地方 發出抗議 你們根本不資格做在野黨 身為在野黨也是小黨 來高鴻安你怎麼看 這真的是精心設計的一個騙局嗎 還是認為民進黨真的非常糟糕 可能你們要跟國民黨一起玩這一頭豬 來高鴻安 首先一定要反駁一下小君姐 小君一開場就說我們民眾黨協助國民黨 一起來玩萊豬這件事情 可是說真的那些萊豬 內臟或者是這個戲嗎 其實當天我們在院會質詢上面 我們也是能閃躲遠就閃躲 因為真的很糟 後來走到質詢 我是說是不是民眾黨也要既加入 我是一個問號 對對對 所以我是必須要先反駁 民眾黨並沒有去協助或加入國民黨 在這一場萊豬的戰鬥裡面 那你們支持用這樣的手法抗議嗎 我們當然不支持啊 因為其實杯葛了兩個多月的議事程序 我們其實你先講說好萊豬這件事情好了 當然還是要用正常的問政的方式 不管是你從議事的手段提案修法等等 有很多正常的工具 是我們立法院賦予立法委員的權利 所以杯葛兩個多月導致七百多個法案 躺在那邊沒辦法動彈 這個其實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在野黨 尤其是我們在野消黨 我們跟時代力量 我們一直沒辦法去上台質詢 我們的法案也沒辦法在立法院審查 各位知道我們在這個會期 從九月開始到現在開議到現在 沒有一個法案通過 那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我們今天就是要講這個萊豬的議題 但是萊豬的議題就是要在質詢台上面 好好的來質詢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的這個 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質詢 我可以真的是說 一段質詢會有各自兩張不同的解讀 我其實覺得剛剛那個就是 宇昭老師講的蠻觀念其實蠻釐清的 就是說今天我們如果在講的是 幫助台灣豬農外銷的這件事 跟我們進口萊豬進來影響到本土內銷 台灣豬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兩件事 完全要把它分開來看 所以今天如果說我們在質詢的主題上面 我們圍繞的是在於說 我們今天怎麼樣能夠幫助台灣豬外銷出口 我想今天談到包含說 口提議拔針議區除名 甚至是我們今天要做好 我們現代化的養豬設備 然後讓我們台灣豬是能夠符合 國際外銷的標準 讓台灣豬能夠出口 我想今天所有的豬農 絕對都是贊成的 當然大家也會考慮到的是說 今天就豬農的這個基金 到底農委會的基金夠不夠用 然後我們今天豬農 到底這些項目 是不是真的能夠幫助到他 我覺得大家要討論的是這個項目 所以今天我們圍繞在的是 到底蘇貞昌講的這個支持他們 到底是支持哪一個部分 我想這個是有一點 變成是兩邊的政治問題 而不是真的focus在豬農受衝擊的 這件事情上面 那我今天講到 剛剛在講說那個查水表 這查水表這個詞真的蠻古老的 我想這個當然國民黨 國民黨在執政的時候 可能就開始有這樣查水表的詞 一直流傳到現在 但我自己看完這整件事脈絡之後 我就覺得民進黨應該也沒那麼笨吧 就是民進黨有笨到就是 還要特地選在隔天質詢完隔天 然後立刻馬上去查水表嗎 這件事情好像也太刻意了一點 那我是覺得剛剛瑞德大哥講說 這個屏東的消防局沒什麼政治 sense 我覺得確實也是 因為你也知道如果前一天 鬧了這麼大一件事情出來 你隔天只要馬上去查水 不要講查水表 你隔天只要馬上去安檢 不管這件事情 消防安檢是 但是因為他們其實11月2018年11月20號 其實他的消防是上一次做 然後兩年後要做 那兩年後2020年11月20號 11月21日 12月27 有很多天可以選嘛 你剛好選在一個這個事情結束之後 那就被操作了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可能也沒有笨到這種程度 要去在這個時間點去做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講說查水表其實就示威啦 我就是我就是告訴你說 你不要來得罪我大民進黨政府 你可能會被查水表 但我也沒有必要馬上隔天來做 所以這件事情看起來是疑點衝衝 那我們今天其實看到質詢 當天晚上就很好笑 當天晚上的網友就開始留言 大家就開始推文說 熱心民眾已經在暖身中 已經開始在打檢舉電話了 然後甚至有人把檢舉電話直接po出來 所以當然我覺得剛剛那是有一點陰謀論的感覺 但是確實在隔天早上九點四十五分 就真的有民眾來檢舉 那各位回想一下上一次的皇家傳承牛肉麵 也是爆出這些事情之後 馬上有人去檢舉他有地下工廠 我是覺得其實現在民眾的這個 就是對於政治的傾向會帶到說 好像搞到就是這些商人 其實商人老實說啦 商人對於政治這件事情 其實說真的 也許檯面下他們會有一些政治傾向 但是在檯面上 他們為了他們的商業利益 不管是我今天要做外銷 不管是我今天要去做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政策的一個推動 我其實商人其實並不太會有這種明顯 站台的狀況產生 所以我是覺得這件事情可能真的 就變成是政治問題 兩黨一個鬥爭的一個狀況 變成是這樣 我覺得高宏安所講的 我可以接受啊 在業界黨本來就是因為 要用這種理性的方式來進行一個 你看到現在為止 浪費了十三次的抗爭 結果十三次抗爭的主題是什麼 叫蘇貞昌道歉 他沒有真的這件事情道歉啊 結果你還是繼續質詢 不是這個樣子嗎 過去民進黨在抗議的時候 國民黨老是說 又浪費了多少名字名高 浪費了幾十萬幾百萬 那這十三次的抗爭浪費了多少錢 還最爽的中國共產黨 為什麼 中國共產黨從環球時報開始一直播 你看嘛 這台灣式的民主就這樣嗎 不值得 為什麼呢 那拿那個在那邊丟 幹什麼丟人憲 不是這個樣子嗎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講到茶水表 其實洪安誤會我的意思了 我告訴各位 剛剛洪安講說 我剛剛說唯一 消防局就是沒有sense對不對 你要知道 其實 在一個民主國家裡面 在真正的民主國家裡面 消防跟警察不需要有政治sense 為什麼 他必須怎麼做 就根據本來的這種做才對啊 怎麼會在台灣那麼變態呢 台灣那麼變態就是 你早發生這個事情 我今天消防安全暫停 不然人會 你不去 你放水 我跟你講 好 你要講茶水表是不是 國民黨經驗豐富啊 不要講茶水表 茶店表好了 我告訴各位 去年七月 為什麼成立一個台灣正義聯盟 因為很簡單 剛才演變到 請高雄人吃一千碗的滷肉飯 剛才請高雄人 罷免韓國瑜了以後 吃五千碗的兵嘛 對不對 為什麼 去年為什麼成立台灣正義聯盟 因為一件事 還記得高雄廣德加事件嗎 是 高雄廣德加布局 他的店面沒得擺 你知道嗎 好不容易 那麼當年 這個店主老闆的叫做張廣德 然後張廣德呢 好不容易找到一個鳳山 一個咖啡店的老闆 他願意讓他在這個棋樓這樣擺 馬上來了 茶水表 茶店表 為什麼 為什麼說茶店表 警察來 警察來說 這個地方不可以開 我跟各位講 警察依法辦理 我都贊成 但是全高雄 有多少的店家在棋樓擺攤 全高雄當時 有多少店家在棋樓擺攤 有沒有被這樣同樣的待遇 沒有啊 你知道嗎 就針對他 好也就算了 你知道嗎 叫哪裡租房子 馬上說 本來店家說要租的 馬上跟你講 不行不行 馬上又有哪個單位 我告訴你 最可惡的一件事情是 我到高雄去聲援 然後我們在一家飯店 那麼跟政治人物 在這邊開 現場大概擠了五六百個人 高雄廣德家 那時候請大家 一起跟廣德家下訂單 我個人都出幾萬塊的錢 然後呢 其實我的目的只有一個 目的是讓張廣德 他們廣德家 可以在高雄活下去 你知道嗎 當我們 因為我們用下訂單 而不是通勤他 不是捐款給他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要至尊 所以呢 我們是說 我們捐款給他 不是用捐款的方式 但是用下訂單的方式 讓他去弄給高雄人 請高雄人吃 那一天 張廣德就在新潔江 新潔江的商店 給人家借個地方的廚房 在那邊弄香蕉煎餅 來啊 公家機關來查水表 查電表 我告訴各位 就是因為這樣忍無可忍 今天為什麼韓國瑜 六月六號會被 九十三萬九零九零的高雄人 給罷免 就是因為這樣 忍無可忍 這才是查水表 查電表 這個也是民眾檢舉的嗎 都覺得一切 不要太過度解讀 跟犯政治化 的確我們的消防人員 他就是依法行政 那也是身為一個國民黨中常委 你所屬的這個肉品 跟養豬的這個業者來講 你當然需要 立行性的消防